内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X20全面屏手机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肖杨 我是王坦丽 我们是筷子兄弟 其实很多人分不清我们俩 是不是 对吧 好多人分不清 那现在我就在这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就是跳小苹果里边 站在左边的那个 我就是跳小苹果里边 不重要 反正你就是剩下那个 这次是我第二次上土豆大会了 这次还特别紧张 真特别紧张 因为我这次带了王太丽 老王这天特别容易焦虑 焦虑一遇到点事的时候 老师 我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真的就跟个丈母娘似的 我觉得特别不愿意待着 我也不想跟你来啊 每次跟你参加活动 话都被你抢了 我都说不上话 我把你当兄弟了 你把我当筷子呀 王哥你别生气 咱俩一块不还挣钱呢吗 这有兵吗 王哥乖啊 跟王哥吐槽这压力太大了 乔杉 气死我了你乔杉 乔杉 乔杉是最近上了好多综艺节目是吧 饭局的诱惑 他是唯一一个真正被饭局诱惑过去的嘉宾 乔杉呢 刚才还说我们快的兄弟出了感情问题 迟早要分 你还说我们呀 你原来不是也有一组合吗 叫什么来着 乔杉修睿 显明了去的 你说 从一开始就想单飞 是不是 而且现在今天还一个人来上吐槽大会 不要脸 吐槽很直接 这个去年一个单独来上吐槽大会的组合的一个人 是一个德行 听不懂 是吧 孝先生 听不懂 王敬老师特别厉害 在极限挑战里边很有名 极限三傻之一 你们别当真 这节目组给了一个人设 王敬老师 当然了 如果能聪明的话 谁也不想傻 对不对 但是王敬老师更严重 他什么来着 他就是极限三傻里的极限 极限 不说你 咱们说高进 高进这个人 他写过很多传承度很高的歌 对吧 我的好兄弟 我们不一样 他的歌一个字就可以概括 土 你们到广场看看 这广场舞为什么用我们的歌 他不用高进的歌 你去问那个老大爷 老大爷他就会说 哎呀妈太土了 你放这个歌 他没有老门来跳舞 来的都是老兄的呀 竹子拐就过来了 心里都有苦对我说呀 问他 我只能跟他说 苦点累点算什么呀 朋友的情意 你怎么还唱声了你 什么破歌你唱 小苹果多好 对 小苹果传递了一种简单的快乐 小苹果它不光火遍了全中国 还火到了日本 韩国 整个东南亚 还去美国拿了奖 我看是真的奖 别跟他们瞎说 机票都对方出的 王老师亲自联系的 王老师亲自联系的 当时我打电话听着呢 说喂哈喽 是AMA吗 你们听过 Quest兄弟的小苹果吗 那边谁是Quest兄弟 我就是啊 你们那还没有多余的奖 我都要了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这奖领完以后 这影响力特伟大 老王激动的天天 耍一把 小苹果你看看 今天又有四千多个人 上微博上来骂我 那是粉丝爱我 对不对 你还有人说小苹果土 我不同意 我们那是通俗 对 有哪首歌能俗到这个程度 高纪 行不行 他的歌一般也就在郊区 是不是 进不了市区 我们不仅进了市区 还进了每一个小区 每一个幼儿园 每一个新老院 每一个桥山消费过的地方 我们两个人一路走到现在 其实也是因为有了真的感情了 真的 这么多年下来 我真的已经 不知道哪天开始 我已经把王老师 当成我们家亲戚了 是啊 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大表弟 大表弟 我发的兄弟呢 缺一不可 想办法我们分开 只有一种可能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哎呦 又开始 我喝水不再流 当时间停住 日夜不分 当天地亡物 化为虚有 我还识不能和你分手啊 王哥 不能和你分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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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人再想一点 谢谢大家 我们是筷子兄弟 朋友这行一样 来掌声送给筷子兄弟 二位 来 谢谢 其实看刚才 他们两个的状态 上来之后 超声嚷嚷的 就那么掐的架 是吧 然后一会儿 他掐掐的 两人又好 好完之后还腻咕 还各有个人 是吧 就是典型的 老夫老妻的那个状态 是吧 难免半个嘴 接下来商量一下 在这七位当中 选一位 今天的talking 我们决定 决定 还是把它帮给 我们儿时的偶像 来 陈志鹏 掌声送给志鹏 来 志鹏 来 请蓝胖小薇 拿上奖牌 和我们每期都要送的一个礼物 手把手交入脱口秀 你还不给我啊 我那边四十手 我都拿出两根筷子 好 来 那我们带掌声把所有的演员挺到台上 有请各位 来 出操物高低 逆光也清晰 来 志鹏 我说你是talking 拿那个vivo和冠子兄弟一起 自拍了啊 好像好像我们得了奖一样 不忘了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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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